谢谢独一无二的你,为我们造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时代。 文奥勒昨日,对大利小城乌比内传来消息,他拿到《终身成就》讲了, 想象来自一个并不算文明于世的电影节,远当国际电影节, 正典代不是《终身成就》,而是他,那个华语影坛曾经的绝对传奇, 林青霞入世与女装征服天下,出世以男装编保乾坤, 以文艺片与武侠片间无份切换,从1973到1994,就用来时光20年, 全能谈起林青霞,总会说它代表了一个时代, 可当你真正了解林青霞,才会真正明白, 仅一个时代,就岂能容得下林青霞的爵士繁华。 1972年,18岁的林青霞与好友在台北西门丁奔歇时, 偶然被心探发觉。 第二年,他的处女座从外面横空出世, 影片中林青霞扮演的姜耀蓉,心绪忧郁又绝强坚定, 他爱上了自己40岁的老师,这样精视害服的晃皮, 在那个年代的影响可想而知,随着影片的上映, 美丽可人如刚多了皮的小葱般白嫩的林青霞, 一下就吸引住了观众们的内观。 此时的人们恐怕还不会意识到, 面前这个17-18岁的小姑娘, 后来会为法语影坛带来怎样的轰动。 那时的台湾电影故事都比较简单, 一个老套的故事, 一对二代死去活来的男女, 大队小景如雨的对白, 并構成了当时最慢热的电影, 这其中, 就以琼瑶电影为胜, 而林青霞的出现, 和十分剧象化的, 还原了人类心中最完美的琼瑶女郎。 此后不过几年的时间里, 林青霞大大小小出演了二十多部琼瑶电影, 一跃成为当时的台湾的文艺片女王。 人们会发现, 这时候的林青霞, 好像根本没有什么违迹, 她一平一笑, 都是那样自然, 那样忘我, 仿佛本次出演般, 与角色还原一体, 七十年代的华武变勇时代, 是, 二林二芹, 的时代, 林青霞, 林凤霞, 秦汉, 秦祥林, 这其中, 二芹有过唯一一次的合作, 连美出演, 我是一片银, 并片女主, 林青霞, 女孩子们看着两大白马王子, 能由出现在林青霞的面前, 不仅不过生起丝毫的厌烦, 反而从心底伸出一股, 本该就如此的感觉, 林青霞的魅力, 在七十年代的文艺并眼中, 无人可挡, 后来, 林青霞渐渐意识到, 自己是时候该寻求转变了, 因此, 1983年她离开台湾, 转身来到东方之珠, 香港, 在这里, 林青霞遇上了一位叫做徐克的导演, 假人的第一次合作, 便让林青霞大改以往的选片类型, 出演武侠片新属山剑侠, 林青霞在片中扮演的仙堡导主, 形式果断, 后表冷酸, 轻心脱服的演绎, 使得观众心中对这个形象一直呼之不去, 后来, 本片展示了当年的香港最佳影片, 更是当年的票房冠军, 凭借这部属山, 让林青霞自此在香港加哥立足, 开启了华语演台属于林青霞的武侠时代, 1991年, 徐克正在计划头拍下《澳江湖之东方不败》, 可在女主角的选人问题上, 一直与原著作者金庸先生争执不下, 金庸先生认为林青霞的外形最于甜美, 放眼小龙女之类的角色, 就是毫无问题, 但《眼东方不败》则显得过于支粉器, 徐克却完全不同意金庸先生的看法, 他认为林青霞的美女仙特露出的男儿应有之气, 如果女败男装, 一定会经萎些人, 最终, 徐克屏住弯厉, 另排众议, 坚持体验林青霞出演《东方不败》, 后来的事情, 大家都知道了, 林青霞的《东方不败》, 成了无人超越的经典, 墨水白颖的荧幕, 成了电影史上最美画面之一, 可以说, 是《东方不败》开启了林青霞事业的第二春, 在那之后, 他所扮演的角色, 几乎一百堆或少都会出现男儿半相, 新闻门客站中又行至深, 为人牺牲的邱莫言, 地质情无礼, 大血十足, 苦恋爵士武功, 自仇归来的黄雪梅, 东协西毒中西斯比里, 爱来不得, 心理死灰的独孤球带, 林青霞的反串男装, 自要向之日起至今, 法语影台无人能出其乐, 香港武侠电影时代, 林青霞凭着自己的魅力, 留下来绝对浓墨正彩的一笔, 1990年, 凭借《滚滚红尘》中的沈韶华一奖, 林青霞加免第27届鸡拿奖最佳女主角,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, 藏允二十多年的时间里, 水土金城决润的林青霞, 这却是她第一座也是唯第一座金马奖杯, 或许有人会说, 能够拿到一次勇后, 也是非常不易, 这何必求太多? 的确, 对大多数演员来说, 不说是勇后, 但是因为, 就足以说明他们的实力, 掌握勇后这般金字塔顶端的操作, 见人是今天命就好, 是啊, 对大部分演员来说, 确实如此, 可这个人不一样, 毕竟, 他可是林青霞啊, 远看着故事名气不如他, 或是突败比他晚, 或是论记不如他的人, 都因因捧得奖杯, 和麦和他去一直未能如愿, 其实对这部拱拱红尘, 林青霞本来也是不抱希望的, 虽说整部电影, 无论是摄影还是故事, 都属于上上之作, 和为男主秦翰的表演风格, 却好像立直又于原情剧模式, 并永远隔隔不入, 所以一众情维眼中, 哪怕林青霞的表演, 已经无所澄清, 可爱与男主的影响, 他们对这部电影并不看好, 可没肯想, 就在林青霞都快要放弃的时候, 却被告知, 这个梦寐已求了十几年的奖杯, 终于成自己的了, 只晓得奖那一刻的林青霞, 这只心里怎样一分低位, 我想, 一定很甜吧, 二十年前, 重庆森林感动了两位意大利人, Segren和Thomas, 而后, 又有了远更国际电影节, 如今该电影节正值创办20周年之际, 林青霞获得了终身成就奖, 作为当年重庆森林的女主角, 影响时站在台上的林青霞, 留下了这样一句话, 我是在街上被拉去拍电影的, 在我的电影生涯22年里, 我拍了100部戏, 这100部戏里我跟数千年合作过, 他们总是漫漫地付出, 而把所有的光还给我, 在这里我要借这个机会, 跟大家说谢谢, 看着视频中林青霞脸上那抹之不去, 岁月留下的痕迹, 我都想站在他的面前, 也说上一句谢谢你, 谢谢独一无二的你, 为我们再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时代,